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近年来我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 初婚年龄再推迟 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83.5万对 比上年下降10.6% 结婚登记数据包括初婚人数和再婚人数 相比再婚人数 初婚人数与出生人口的关系更为密切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纪2023 2022年我国初婚人数为1051.76万人 比2021年减少了106.04万人 比上年下降了9.16% 这也是多年来初婚人数首次低于1100万人 从历年数据看 2013年是我国初婚人数的最高峰 达到2385.96万人 也就是说 9年来我国初婚人数下降了55.9% 整体来看 去年我国初婚人数低于1100万 有试婚人数减少 初婚年龄推迟 婚恋观念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 其中 从近40年出生人口数据看 我国出生人口在经历1987年 这一近40年来的最高峰之后 连续多年下行 也就是说 随着95后乃至00后进入到婚育阶段 处于试婚年龄的年轻人 数量也在下降 从2010年以来 历年结婚人口年龄结构来看 我国结婚年龄 尤其是初婚年龄大幅推迟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2020年 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 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 24.89岁 增加了3.78岁 人口专家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 特约研究员董玉整 对第一财经分析 从客观上来看 处于试婚年龄的年轻人在减少 从主观上来看 结婚年龄推迟 部分人群的结婚意愿也在减弱 不婚的人逐渐增多 董玉整分析 如今不少年轻人不太想结婚 有多个因素 包括现实生活中婚姻的稳定性 影响了年轻人对婚姻的向往 年轻人的婚姻观发生了变化 很多人不再把结婚生育 当成人生的必修课 还有现实生活中 结婚成本的上升等 此外 2022年四季度受疫情等因素 一部分人推迟到今年结婚 这也对去年初婚人数产生了影响 分省份来看 广东初婚人数达96.88万人 位居第一 河南以76.49万人 位居第二 江苏 四川 山东 分列三到五位 与此同时 根据中国统计年间2023的数据 去年我国结婚总人数最多的是广东省 达到了57.31万对 也是唯一一个结婚总人数超过50万对的省份 河南位居第二 为48.9万对 四川位居第三 为46.39万对